好的各位保友們 今天拍這部影片呢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請大家記得不要更新到iOS15 因為像我自己是不更新的嘛 所以因為要玩遊戲外過來一定不能隨便亂更新的 那像基本上呢 我這次是直接開箱了13 Pro Max 所以這是今天到貨的 就這一隻 那我也是買來為了要測試這個 就是寶可夢可不可以使用 那目前證實了是不行的 它沒有辦法安裝iPoco外掛 所以簡單來說呢 我們現在目前我在開發商這邊看到的訊息 它是英文啦 然後我幫你們翻譯就是 他們的意思是說要等到就是 他們測試完成穩定版本 如果你想要一直長期使用這個外掛的話 最好留在iOS14以下 就是你不要到15啦 目前以我這一隻 就是現在在拍影片這一隻 這一隻手機是12 Pro Max 那版本是14.7.1 是非常穩定的可以開外掛 那目前有保有反應 升上去15之後不能用 那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拿到 我一直不敢升級到15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測試 那今天我就趁就是開箱這一隻13 Pro Max的時候呢 我就趕快抓了這個寶可夢 這是iPoco外掛 那正版遊戲呢是可以玩的喔 就是在App Store下載的是可以玩的 只是變成說這個外掛的部分呢 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這邊呢要大家特別注意喔 如果要使用iPoco這個外掛的話 請你不要更新到iOS15 那如果已經更新到15的該怎麼辦呢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等 等外掛開發商更新 第二個方法就是降版本 請你降版本 就是把它還原到14點多的版本這樣子 那如果是直接已經換新手機 就是iPhone13的部分呢 都是iOS15 所以這是無解 你只能先乖乖玩正版 或者是用舊的其他隻手機 來下載iPoco 使用iPoco喔 這個地方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今天主要拍的影片就是 讓大家知道說 iOS15是沒有辦法支援iPoco的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